欢迎各位医友全面进场 3月1号 礼拜五的第一节 我们先去跟进一下大陆方面的最新情况 根据大陆媒体《新京报》的报道所说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爆发了医疗事故 院方在病人并没有肿瘤情况下 仍然为病人实施全移壮切除术 病人在手术过后两个月离世 大陆法院裁定深圳港大医院需要负上全部责任 并且向病人家属赔偿超过62万元人民币 院方在昨晚留夜发声明指出 事件发生过后 院方对事件进行了全过程的覆盘和检视 承认诊疗过程存在不足 将会持续改进医院管理和诊疗服务流程 声明又说患者家属在收到存额赔偿过后仍有意义 从2023年12月开始 先后在社交平台发布信息 指控医院强责其母亲五个健康器官 相关的言论是属于不实 在说之前首先要呼吁国家属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一起去看看究竟这宗港大深圳医院的医疗丑闻 那个来龙去脈究竟是怎样的 家属方面有他们的一套说辞 昨天远方也作了回应 我们先看《新经报》的报导 报导说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在去年11月进行了二审判决 港大深圳医院 需要就着这宗医疗糾分 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赔偿金额就是超过62万元人民币 那就是人命何价 判决书就说 在2018年8月的时候 当时77岁的病患张玉华 因为在港大深圳医院进行体检的时候 就发现到胆囊结石 要入院来诊治 后来就被诊断为 疑线恶性肿流可能性是大的 于是院方就判断了 要向这病患进行全疑状的撤除 和皮状的撤除手术 在手术两个月之后 这病患因为肝功能的严重衰竭 肝肾终合症状 经抢救无效 就是去世的 就是说手术就很成功 病人就死了 为什么要做这个手术呢 当时院方的判断就说 这个病人的疑线恶性肿流可能性大 因为疑线癌如果是确诊的话 那个扩散的速度会很快的 当时院方就先下手为强了 撤了它 怎么知道病人的家属就说 不是这样的一回事 病人的女儿 环杰就说 他老母过世之后 他去打印病历 就发现到 原来手术之前的检查 或者手术当中的病理检测结果都显示 他老母的疑线是没有肿流 或者是什么病做的 没有啊 没有发现啊 他得知这件事 就当然要帮他老母来到新院了 2019年8月 环杰就向深圳市福田 区人民法院提出对医院的诉讼了 法院就委托了 广东中一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 鉴定中心的意见就认为 你这个港大深圳医院 正是凭外院的CT检查报告 就对于被鉴定人诊断为疑线癌 就是那个死者 术前的MRI又未见到有疑线的肿块 ERCP创检 也都未见到是有肿瘤细胞 那顾此呢 这个判断啊 就是没有足够的影像 和病理学依据的 而在手术当中的探查 也都未见到 疑线是有明显的肿块 或者是病做 但是呢 又没有及时 告诉家属听 被监定人 就是那个死者啦 他就高龄了 七十几岁的啦 其实都很惨的 七十几岁无厘头 这样走去开刀 有高血压的病史 在没有明显的恶性肿瘤组织学证据底下 走去行这个全移状的撤除术 手术的创伤巨大 而且呢 对于被鉴定人的全身营养代謝 和水电平衡 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其实不是只是切个胰壮 连个皮都切了嘛 好陰功 那么其死亡 和手术的方式选择 是有一定的关系 综合上述所得 鉴定中心就认为 港大深圳医院的过失 和被鉴定人的不良治疗后果 存在着主要的因果关系 责任的参与度 介乎是百分之六十一 至百分之九十 港大深圳医院方面 就以全移撤除手术 主要并发症 并非干衰竭为由 是提出了上诉的 法院的一审判决 就认为 医院要为事件 承担八成的赔偿责任 诉讼双方 都是不服这个判决的 上诉至到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的法院 就采纳了鉴定中心的意见 并且还指责 港大深圳医院 在诊疗的过程中 并没有尽到高度注意的义务 使得患者 未能够避免到 原本可以避免的不良后果 丧失了接受适当治疗的机会 和生存的可能性 在2023年11月 法院最终的审判就是判决 港大深圳医院 需要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不是八成了 是全部 赔偿患者家属人民币62万元 樊杰在2月28日 就向《新经报》表示 他在2021年5月 得知到判决的结果 但民事判决不影响刑事案件的受理 因为案情复杂 目前正在研究中 逐层向上级回报 有进展就会及时通知家属 以上就是《新经报》的报导 这一宗明显是医疗事故 这间港大深圳医院的诊断非常严重 单凭住其他医院的一份CT检测报告 就告诉人家 那个胰壮里有肿瘤 要切 实际上是没有那回事的 但其实这些东西在大陆的医院里面 都见惯不怪 因为很多无粮医生 为了赚钱 没有那样就说那样 告诉人家 你的器官有问题 或者你的器官 有肿瘤各样要切 实际上是没有那回事的 为了赚手术费 或者赚医药费 是有这些案件的 在大陆是 那些无粮医生 好了 至于远方的回应又是怎样呢 在昨天深夜 港大深圳医院 留夜发布了一份 关于张某华女士 医疗事件的情况说明 这份说明就说 事件发生以后 医院对事件进行了 全过程复管和检视 承认诊疗过程存在不足 将会持续改进医院管理 和诊疗服务流程 所以远方也是没有推卸责任的 因为你都没有推卸了 中级人民法院判了 你要赔这个存额的赔偿 62万 都判了 即是说是一个医疗事故 责无狂态 那份说明还说 在法院判决以后 医院就按照法院判决的结果 支付了存额的赔偿款 但是患者家属收到存额赔偿款过后 仍有意义 从2023年12月开始 先后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信息 指控医院强责她老母五个健康器官 那她延迟就不实 医院就希望患者家属要依法维权 积极参与和推展医疗事故监定 也都呼吁社会和公众 理性看待这一宗医疗事件 对侵犯歌院合法权益的言论 歌院就保留依法追究的权利 即是说这个病人 即是死了那个 她的女儿在大陆平台上 说医院强责她老母五个健康器官 究竟是哪个呢? 我想她的女儿的言下之意 即是说她想指控院方 强责她老母五个健康器官 移植给其他人 我对于这个指控是很存疑的 如果你说死了那个人 她是27岁的 那我就相信可能性会高一点 就是说要强责她的器官 移植给其他人 现在这个患者 她已经是77岁了 当然啦 有很多人七张多东西 她都很健康的 但是强责一个七张多东西 即是差不多八张东西的 长者的器官 就是要强责她的器官 暗示移植给人 我想这个可能性就很低 对不对? 即是本身一个人 有这么多年纪 那些身体器官的机能都会退化 怎样还有强责器官 即是你说现在这宗案件里面 她的胰壮和脾胀 是不是在没有足够的医疗证据下 被人强责了呢? 就是 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 但不是强责了五个器官 是两个 因为她的胰壮和脾胀没有问题 但是没有问题 也不代表那个器官是很健康 健康到足以适合移植给其他病人 故此我自己的判断就认为 这个病人的女儿的指控 可信性就很低 纯粹因为 那个医院 即法院判了医院要赔62万 但她认为那个赔偿金额太低了 于是乎 走去 说这些东西出来 就想拿多些 这个很合理 因为医院医死了她老母 她想拿多些 有什么奇怪 故此 这些事件 其实 老实说 在大陆都屡见不善 医院爆发丑闻 甚至乎是三甲医院都爆发丑闻 一样就是说 没有那样整那样 只不过这一宗就严重一点 因为她开刀以后 两个月的病人就死毁了 有些是开刀以后 没有死 但器官就是割除了 或者是开了那些 很贵的药 给病人 实际上没有这个需要 那些是骗钱的 现在这个女人就惨了 被人治疗 连一条命都没有了 所以港大 无厘头去深圳 弄一间医院 干什么才行 是否令到自己的名声 都受到影响 虽然香港大学 现在的名声 是如何 见仁见智 但始终 你本来无一物 又何处惹尘埃呢 走去深圳搞什么医院 里面的人 傻子弄冲 你又管不了 山高皇帝院 哪场莫及 但她就灌了你香港大学的名字 现在出了事 就说你港大的深圳医院 有丑闻 那就迷你了 是不是 接下来 我们就想说 关于韩国医生大罢工的问题 我想大家看新闻 都知道有这件事 最新的消息就是 在昨天韩国的保健福祉部 发布了一道复工令 下令部分罢工的医生 他不是称为罢工 那些医生就是自己辞职 要返回工作岗位 在昨天 一共只有294名医生复工 先前声称要辞职的医生 有9997个 换言之 大概只有3%的医生 是愿意 响应政府的复工令 究竟在这件事件里 是谁是谁非呢 我其实都观察到 网络上哪有的歪论 一定是要予以搏斥的 因为那些歪论 其实就是很肤浅 很表面 和很低B 那些歪论 其实是怎么说的呢 都是出自香港的网民的口中 那大家知道了 香港就算你说 在2020年国安法实施以前 其实你说任何一个行业 能够成功罢工 都是很困难的 因为香港又没有工会法 那变成了 香港那些工会的实力又不足 能够成功罢工的机会 都是很低的 以往都是试过几次的 比如说是国泰那些空服人员罢工 或者码头工人的罢工 本来香港那些人 又不够团结 那些打工仔女 那怎样都好 香港以往能够成功组织 发动罢工的机会 就很低 于是乎部分人 对于罢工这件事 就很易淫了 尤其就是在国安法实施后 你不用指示 搞罢工 分分钟拘捕你 或者是去劝说你 叫你不要搞那么多东西 那就随便了 于是乎有部分人 凡见到外国那些人 成功罢工 有理无理 就支持别人罢工 就说别人罢工 就展示出业界的团结 所以就要支持 这些言论其实是很肤浅的 在一个民主和自由的国家 根本上罢工的权利 就是受到了当地宪法的保障 是与生俱来的一个天赋人权 等同于言论自由 一样 就没什么值得 因为他成功发动得到罢工 而去支持 就不是这样看的 一件事是 你不能够说 看到韩国的医学界 上下一心 发动了这个罢工 于是乎 我就支持他 你是应该检视一下 到底他们罢工背后 有什么理据 而不是纯粹 他成功发动了 你就支持了 其实是很愚蠢的 等同于支持 我铺斥 有些人去支持英国 那些铁路工人罢工 一样 你不能说 因为别人成功罢工 你就说要去支持 你支持别人的什么 到底别人的诉求 是否合理 如果你看到别人成功罢工 你就说去支持 你就移淫 等同于一群阉人 太监 看到别人帮忙 他很亢奋 一样 因为自己一世都没得帮忙 于是看到别人成功帮忙 你就说支持 你支持些什么 对不对 别人依据着 憲法的保障底下 利用工会的权力 去发动罢工 而又有一群从业员 去参与 这是基本人权 不需要你支持 等同于每一个人 在社会上发言 你会不会说 我支持你发言 你不会支持他发言 你也要看他的发言 背后有没有理据 你才会选择支持 还是反对 所以凡见到别人 去罢工 去支持 根本就是很肤浅 是木光如斗的井底枝蛙 等于铁路工人 罢工 你去支持他 是什么呢 连英国的本地人 很多都是反对的 因为已经加到一个 他已经超越了 Basic Tax Ban 一年的年薪 已经超过五万磅 那些铁路工人 即是折合港元 超过五十万的年薪 有部分人 一年上升到六七万磅 而且聘用人方面 也不是那么容易 很少是公开招聘的 职位 很多人要认识 才能进入行业 对于工人的保障 已经是很完善 再要求加薪的时候 其他民众 到底想法和感受是如何呢 因为你一加薪 无可避免地 迟些又要加票价 其实每一个乘客都要受罢工 那你说支持他罢工 很多本地人都不支持 过半数人都不支持 民意调查 所以不要胡说 随便看到别人罢工 你就支持 你要检视一下 到底他背后有没有理据 不是别人成功 发动得到罢工 那就要支持 因为你在香港 永远都发动不了 别人发动得到 就要支持 其实这些是很笨的想法 好了 说回韩国医生罢工的事件 这一场的争端 始于今年的二月初 当时韩国政府建议医学院 要招收更多的学生 其实跟香港很类似 香港以往都说要招收更多的医科生 谁知道 受到了医学界的广泛反对 不要招收更多 如果不是的话 就有机会令医生没有办法 他们的说法就是这样 请了太多人 一会又说 请了那么多医科生 那就变成医疗质素下降 如何 这些其实都是多余的说法 因为你有那么多医科生 去到大学就读的时候 他不是说一定出来可以执业的嘛 你有很多的考试 你都去做把关的嘛 他要考取得到医生这个专业资格 是要过五关斩六仗 你过得到一个同仁阵了 那你才是可以过到骨 不是说随便印章sert的嘛 不是黄青霞嘛 大哥 立刻说自己是医生也可以 所以就不存在说 收多些医科生 就会令到医生的质素下降 没有这件事的 因为你的医护委员会会把关的嘛 不是说立刻让别人 可以考取到医生这个资格的嘛 好了 看看韩国的情况 招收更多的医科生 就解决韩国长期以来 医生短缺的问题了 但是那些实习医生 和住院医生呢 就反驳了 就说 这个医生短缺不是整个行业的 是局限在部分的特定专业的 他们就指责了 韩国政府的计划 没有办法解决得到问题的 而在这个深受恶劣工作条件 和低工资所困的体制里面 医生才是受害者 后来很多医生就走上街头抗议 威胁要罢工 后来就说不是罢工 其实他们就以辞职的方法来代替罢工 就是说我不罢工 不过我辞职不做了 就想威胁韩国政府收回 增加医科生学额的决定 资深的医生基本上都支持 年轻的同事的主张 但是公众就没有支持 很多公众就认为 医生这些反对 只不过是保障自身利益的策略 我的看法是认为 如果作为一个所谓受训的医生 那么工资当然会比较稳的 等同于做会计一样 刚刚出来的时候 是要熬的 熬到金睁火眼的 到你熬完几年之后 你就飞黄腾达了 等于香港医生也是这样 初初出来的时候 现在直接监管 要求你在公立医院做几年 才让你自己出去执业 那你头几年一定觉得 很稳的工资 你过了海便神仙 其实韩国也是这样 你以受训的时候 去计算 根本上是不公道的 因为你过了那一关之后 你如果要去私人执业 你有响了朵 你就会赚到盆满 很多是月球人 香港也是这样 一个月的收入 超过百万 大有人在 有些是升球人 一个星期就赚超过一球 很多医生 在中环 开个档口 执业的 大把 看专科的 几千元一次 好了 韩国总统韩石月就说 有些医生以人民的健康为要挟 威胁人民的生命安全 这些行动是不可能合理的 韩国政府就说 如果医生愿意 在2月29日之前 重返工作崗位 就不会面临任何法律效果了 否则可能被吊烧医生的执照 并且面临最高三千万韩元的罚款 所以现在进入到一个决战 究竟医生是会屈服还是韩国政府 会屈服呢 现在韩石月协持着有民意的支持 就确定 但医生方面也不软弱 9997个辞职的医生里面 294个医生愿意复工 大约3% 我就会认为 韩国政府要求增加医科生的学额 是有它的理据的 因为在目前来说 每一千名的韩国人里面 就有大约2.6名的医生 你和京俠组织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来说 是低很多的 其他国家的平均水平是3.7的医生 你只有2.6的医生 就差了五成 差很远 你不要只看3.7和2.6 就是差1.1而已 其实是差很远的 我们又看看香港的情况是如何 香港在2007年的时候 每一千人里面只有1.7医生 其实是很低很低的 但是新加坡在2007年的时候 原来医患比例比香港更低 每一千个新加坡人 就只有1.6医生 在2007年的时候 从2007年开始 其实香港医科生的学额都逐渐增加 但是新加坡同样也有做过改善 到了2022年 新加坡每千名的民众就有2.8医生 有一个显著的改善 从1.6医生变了2.8医生 香港方面又如何呢? 进展很缓慢了 2023年 每一千名香港人 就只有2.1医生 就是搞了这么多东西 搞了这么多花款 改善也是很慢的 结果又是被新加坡的型头赶上了 所以你输给新加坡是很合理的 连医患的比例 别人都可以超越得到 别人又有增加医科生的名额 别人又有引入其他合资格的医生 香港在这方面做得很少 当然增加医科生的名额 比起之前已经增加了四成 但是仍然是一个很低的基数底下上升 另外就是引入其他海外的合资格医生又如何呢? 不是说大陆的大湾区 而是说英联邦的医生 自从2022年之后 其实已经废除了英联邦医生来香港免试执业 变成了香港的医患比例 持续很低 低过很多先进发达国家 英国、美国、澳洲、加拿大 人家全部的比例都是超过3.5 每一千个民众就有至少3.5个医生 发达国家的比例就会越高 挪威那些 每一千个民众就有超过6个医生 故此人家相对来说 不需要承担这么高昂的医疗费用 因为没有竞争自然 就造成了一个垄断 当然香港的医学界就不会承认这件事 等同于地产商 他也不会告诉你有地产霸权 医学界一定不会说自己有医疗霸权 问题就是过去那二十多年 其实他们做了多少事 来捍卫自身的利益 而是牺牲了民众的利益 大家是有眼见的 但是这个世界很差的 一物自一物 最终在这个国安大法实施了以后 大陆说有全面执政权 全面的管治权 他说要引入大湾区医生护士 那些医学界就是不敢说 最终你搞了很多事 来维护自身的业界利益 都是不敌共产党的 他一说要搞大湾区医生 那些人全部都不敢说话 全部都不敢说话 当然由头到尾最惨的是什么 就是苦了香港基层的病患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